大家好我是旭哥渦卡安 歡迎收看旭哥羅密薩冒險 復活血的RS冒險 那今天來做一下蠻特別的一集 今天來做一下就是實戰的測試 關於這個 就是很多就是強力的必殺技 那我們來做一下實戰測試看哪一招比較強 好 那還沒訂閱頻道記得訂閱頻道隨便觀看復活血RS 轉彈冒險功率還有轉彈分析戰力分析還有實戰測試 那旭哥現在RANK來到674等 總戰力2101902 2101902 好那我們就來講一下 今天的角色戰力分析就先做一下就是這個 這個一拳超人啦 這個一拳超人 這個 應該叫做一劍超人也不能說一拳啦 因為他是拿劍的所以一劍超人 這個是之前大家都蠻推的這隻元 那旭哥還沒做過嘛那這隻我就來講一下好了 那我現在戰鬥力練到7937 然後這隻很不錯就是他就是在38級有加腕力 可是他46級是加體力啦所以比較可惜 所以就練到42應該就還OK啊看你要不要練上去 那他的招式呢我們來講一下了 主動技第一招 本歲的話威力吸BP5很常見的單體技 第二招三劍刀這招還蠻好用的威力BP9這個是打合營業這招還蠻實用的 所以這個也蠻容易練滿的 好第三招 無越閃水威力SSS然後BP12 那因為元他的被動技能有BP加2開場的時候 所以他這個你把它決定三次的話他可以一開場就放 原本是BP15啦那你要決定三次 那這招是他主打的 那個大絕就是無越閃水威力有三個S 那我們等一下來實測一下他的威力有多少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被動技能組 第一招力量積蓄2就是戰鬥開始的時候BP加2剛剛講了 第二招永劍強擊3 HP全滿石造成傷害傷害效果大 那這個就是一開場的時候拿來放這個無越閃水的剛好這兩個可以搭在一起 再來第三個是精神康奔式 就是常駐的傷害傷害效果大這個第四集就是很常用而且很實用的很好用的招式 那我們來實測一下 那元的話呢他應該還有其他的S啊或是A啦但是 基本上這隻 呃不太需要特別去技能什麼 他像我這個徽斬我有在練啦 逆風太刀可以就是降速啦 左流劍就不需要特別練了 沒有特別強然後再來看一下他應該還有一個A吧 我記得他有一個A 元在哪裡啊 元在這邊 那A的話呢他有流線斬啦 那刀背攻擊滿好練的你可以練一下這招威力1然後 絕景的話BP有2啦不絕景就BP3也可以一直狂放這樣這招可以麻痺 流線斬就是很實用的降王啦你可以看你要不要練 逆風太刀是降速 就看你要練哪一招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進入我是都沒有就是 我是主要是練他的這隻SS的特別招式 我們就進入了還有練了一下他的小招而已 我們就來實戰一下那我們就是用這次的活動 語言之降魔之戰 那我們就打第20層好了 打第20層這個因為這邊可以練功啊我基本上最近都在練這一關 那這一關呢你就帶5個斬角就對了帶5個斬的就可以輕鬆打 好那我就帶這個那我們順便實測一下所以我用葛雷 3.0這個版本 因為葛雷3.0他的夜差連長很痛啊 就是他雖然是威力1但是他有時候可以打到8000到10000 8000的話就是沒有聯系聯系的話可以打到10000 他蠻猛的 所以你假如發5次的話可以打到50000 這招蠻猛的雖然是威力1不過我覺得他這個應該不只1啊 有時候威力C的招式都沒有他威力1還痛啊 而且他是 威力C是打一次就他這個是 威力1結果 呃大概有威力C的感覺然後而且可以打到5次 最多啦 所以這招是蠻猛的 我們等一下來實測一下 就是跟然後再來就是 熊斯塔弗呢我這次是練到50等了 然後我把他就是裝這個 就是碎熊斬 我們碎熊斬就是捲兩次的話威力SS我們再來實測一下威力SS和威力 三個S的招式的威力差別 再來就是五月三水就是我們等一下要來實測的這個圓 那裡騎的話就隨便啦我只是一個斬角而且他是加成角我就順便放一下 然後這個普瑞銘也是他是加成角然後我順便練這個聚服頭指啦 雖然說他第一招二連很少比較痛但是我就順便練這招 好那我們就開始了 就是讓他們擺在後面練一下 好那我們就來看看 看看這次會不會運氣好就可以聯繫到 聯繫到會不會打出傷害值很高的那個夜叉連閃 好那我們就來實戰 Let's go 希望能夠聯繫到我想要看他們的聯繫的威力 運氣運氣啊 夜叉連閃 有沒有 他八千多打五下的話可以打到四萬多 有沒有看到 這個是沒有聯繫前的威力就可以打到三 然後這個 水雄斬大概一萬七 五月閃水 我們看一下他的威力 五月閃水 兩萬四千多 聚服頭指七千多 你有沒有發現 那個普瑞銘也聚服頭指他的威力是吸喔 但是他的 他打出來的傷害卻比那個 就是威力一的夜叉連閃 的一下還 還少 而且夜叉連閃可以打到五下最多 所以我覺得這個夜叉連閃真的很猛啊 那時候 抽葛雷3.0的時候我有實測嘛 我說這隻角色的這招很強啊 那實測這招真的很好用 所以 大家假如有抽到可以加減用 我覺得這招蠻好用的 格雷3.0 那我在 之前有實測過 大家也可以看我之前實測 我實測了蠻多次的 那今天我就順便拿這幾隻來就是做比較一下 粉碎 那我等一下把 球斯塔弗換成卡特莉娜3.0 那我們來看一下威力怎麼樣 卡特莉娜3.0的練度好像比球斯塔弗還更高一點 你可以看得出來就是 夜叉連閃真的很猛 然後 烏夜閃水也不錯 會比球斯塔弗的那招 大概多大概5 6-7000以上的攻擊力 3個威力3個S 然後我這次用卡特莉娜好了 我把球斯塔弗換成卡特莉娜 然後我們來測一下威力 好不好 做一下實測 因為他們的裝備是差不多的 只要把人換掉就好 裝備是不用換的 那卡特莉娜的這一招是有練到99級的 他的大招 彥返 他的彥返這個是我練到99級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來看99級的彥返 那5月閃爪應該之後會更痛啦 因為我現在練到61而已 61就已經很痛了 61和99大概差個10%吧 20%我不知道 這是 估計啦 就是 不會差到很多啦 我們來看一下 估計啦 我之後練到99的話 再來做實測給大家看 因為 我已經盡量練了 現在練到61 他這招沒有說特別好神 彥返 我們看一下 彥返打出來是21000多 夜殺連閃還是一樣 還是一樣照樣很痛 可以打到8000多乘以5 大概4萬左右 好5月閃水 23000多 所以 可以看得出來他大概比卡特莉娜的彥返 大概在痛一點點 最主要是這次卡特莉娜的練度比球斯塔幅高 再加上卡特莉娜的技能組比較強一點 就是他的那個 被動技能組 但是 怎麼都沒有打出那個combo 我假如打出combo的話 可以看得出更強的威力 那卡特莉娜那招 冰雪劍威力是C還是D啊 我記得 但是他真的 好像威力好像跟那個威力1的那個夜叉連閃的一下差不多 所以我覺得夜叉連閃他 他那個血法 蠻奇特的 就是 感覺不只威力1啊 不過有可能是因為我把葛雷擺在就是腕力最強的那個位置 第一位 加成最多 但是可以 真的可以 就是說 葛雷的夜叉連閃是目前 斬屬性的話應該是傷害值最高 目前 比這個三個S的威力都還要高 那當然也比兩個S的威力高 我們再來實測一次喔 我看會不會打出combo啊 我一直很想打出combo 就是 很難錄到有打出combo的時候你知道嗎 就是真的要運氣運氣啊 再來看一下 啊打不出來combo 厭煩 兩萬 喔有combo我們看一下夜叉連閃 我們來看一下夜叉連閃combo可以打多少 我記得可以打到5萬出頭 有沒有他大概可以打到大概5萬左右 剛才打大概4萬8 4萬7吧 那是因為他是第一個放他假如是後面放的話越後面他可以打出越多 所以夜叉連閃這招真的很痛 9000大概9500 9600乘以5嘛大概可以打到4萬8 4萬 對啊 那他假如是越後面放的話我記得可以打到5萬出頭 可以5萬 5萬1之類的 還是更高反正葛雷的傷害值真的可怕 對啊我們有看到combo 那今天剛好做這個實測威力實測啊 那今天我就是剛好實測這個夜叉連閃還有這個威力SS的招式還有威力三個S的招式他們的威力的區間大概是多少 可以看得出來其實這遊戲呢 連放的招式是最痛的 就是你一次放5下的那種是最痛的 運氣好但是要看運氣啊所以後期可能都是要玩這種秒殺流的 所以這種夜叉連閃真的很痛啊 當然這個威力三個S的五月閃水也不錯啦 我盡量把他練到99級 之後99級我再來做一個新的實測好了 好啦 那今天的戰力分又錄到這邊 今天做的是這個 一劍超人 圓 可是我感覺我一直在講這個葛雷啊 順便幫葛雷打廣告對不對 那卡特莉娜其實他也蠻痛的 最主要是他的被動技能組 蠻優秀的 他有弱點集中啊 就是這個加蠻多的 好 那所以被動技能組其實影響吧那今天的 攻略錄到這邊我們下一集見